今天我要来吐槽一下那些自以为是的杂草 它们总是在我子乐墙上肆意生长,让我头大的不行 你们知道吗,子乐墙是我精心打造的 每一株多肉都是我亲手种下的 可是这些杂草却总是不长眼 竟然敢在我的墙上疯狂生长 它们不仅影响了子乐墙的美观 还给我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首先,它们长得特别快,我刚刚除掉一株 过了几天又冒出两株 简直是无法阻挡的疯狂生长 而且这些杂草还特别顽固,根深蒂固,拔起来比登天还难 我每次都要费尽千辛万苦,才能把它们从子乐墙上拔下来 其次,这些杂草还特别喜欢蔓延 一旦有了一点机会,就会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 我曾经试过用各种方法来控制它们 可是它们总是能找到破绽,再次卷土重来 简直是让人欲哭无泪 所以,亲爱的多肉爱好者们 如果你们也有类似的问题,一定要小心啊 不要让这些杂草破坏了你们的多肉植物墙 记住,除杂草要趁早,不要等到它们蔓延开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记得点赞,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